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術 賺錢真快速 我想今天大焦點在哪裡 巴黎的恐怖攻擊 所以今天跳空開低的這一段 大家會認為什麼 黑天鵝的事件 這是一個意外的事情 對吧 我在昨天13號的時候 禮拜五 我跟你提到什麼 下個禮拜一還會再交代一個低點 這個低點交代之後就開始拉 投資朋友 昨天是禮拜五嘛 一星二陰 第一點 下個禮拜一會看到 作為交代之後就往上拉 跳空開低 這集殺 殺到8212之後往上拉 所以這個行情裡面 今天大焦摔根什麼線 鐵錘線 騎貨 收一根什麼線 陽線抵抗 重點不在於說 今天的下影線 重點在於兩個地方 一個是成交量 一個是缺口的問題 所以巴黎恐怖攻擊 剛好13號星期五 投資票 是巧合還是混沌 13號星期五是一個 大家都認為 一個很不吉利的事情 為什麼那個時候會開始講 因為這個在聖經裡面 我們說的最後的晚餐 就是那個時候 耶穌被他任門徒所出賣 然後被逮捕的時候 13號星期五 後來這個歷史在一開始最早的時候 1307年的時候 10月17號 那時候很巧 法國國王菲利斯士 下令去逮捕聖殿士騎士團 聖殿騎士團 那這一次你發生什麼 IS這種聖戰士去攻擊法國 也是剛好 是嗎 13號星期五 雖然是巧合還是混沌 我想 你說我們會不會知道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從線型裡面 它有這樣的一個跡象 消息是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在存存稿裡面 我跟妳提到什麼 早盤會受消息所影響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影響還蠻大的 所以盤中殺盤還是有 我想這東西其實 你是會員存存稿裡面 其實都已經寫過了 都剛好點到 怎麼會變巧 所以股票市場裡面 是因為巧合還是混沌 還會混沌 亂中有序 結果在那麼混沌的過程裡面 其實它都是有一些跡象可循 所以我們在13號的時候 我跟妳提到什麼 下個禮拜一 早盤還會再回測 到時候低點就會出現 投資朋友 13號寫的 1點是13分 今天是不是開低 開低在急殺 測841就是往上拉 拉的幅度有80點 那妳回過頭來看 我上禮拜我這樣講 也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能夠避開風險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先做一探了嘛 後來空手 妳因為空手 妳成功要避開啊 妳如果說妳是持有多單的 妳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做 開低再加碼 開低繼續加碼 加碼之後 妳會以前面低點 84212 如果低點再破 多當停損 妳有可能會對 妳有可能會錯 可是妳放了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人在逆境時 賭徒心態最可怕 如果妳是做錯逆境嘛 因為有人會順 有人會逆 這樣有時候順逆境 有時候我們重點不在於說 環境 重點在妳的策略 如果當妳做錯的時候 妳自己賭徒心態 再攤平 對的話恭喜妳 那錯的話呢 輸兩倍 輸三倍 搞不好輸五倍都有可能啊 所以這種東西 有時候跟妳提到 這個低點有時候是利空測試 它順便做線 所以我們時間要拉回到 為什麼我們會空手 因為之前我跟妳提到了嘛 那個時候告訴妳什麼 尊重市場 因為縣市外資在畫 我們必須尊重市場 這個禮拜結算 目前外資持有多單 那妳現在資產有一個問題啊 外資持有萬口的多單 又遇到結算 又遇到利空 它會怎麼做 它會怎麼做 先撐嘛 拉漢去之後 它也想賣啊 所以說 15號的時候 禮拜 11月5號 那個時候在高點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提到了 有沒有 新垂線 大正價差 高低 高點背離 齊線高點背離 交代技術性高點 那個時候是 11月5號嘛 告訴妳 8871是技術性高點 妳回過頭來看 8871是指現貨 有沒有 那要是解盤嘛 8871是高點 8217 50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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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提到 會回撤嘛 好 那我們到 12號的時候 我們節目上就告訴妳 我們買 當時摘比是賺錢的 摘比也賺 賺錢後來留餐 有沒有 當時這樣子 8396買 然後8438出 就這一段 然後打下來之後 8404 8400買 買了之後 留餐 為什麼要留餐 因為拉到 8461嘛 對妳裝60幾點 留餐 隔天有利空 打下來之後 我們這個地方先出 所以成本是 8404 出 8390到8380 其實還好而已嘛 輸個十幾點而已啊 十幾點沒關係 我835買 835買 拉到8375出 出掉 賺錢 贏回來 怎樣 保持空手 所以上個禮拜 我是告訴妳 我認為禮拜一會有個技術性低點 而那個低點 我們來等 那什麼消息會催化它 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的策略是什麼 保持空手 你為了保持空手 你才有可能避開風險嘛 你沒有避開風險 你如果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這個地方你沒出 你反而是做加碼 那你現在滿手 滿手 滿手 滿手多擔 如果明天散去的 好家債 幸好 有金無險 那如果明天下去的話呢 搞不好你的多擔停損 正是我們多擔進場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今天給會員的訊息 早上講的 空手嘛 目前空手 因為依照上個禮拜的申告 我們所預測的 早盤會受消息所影響 什麼意思 現在你看的是我從能搞 16號 美股13號嘛 是收黑嘛 台股 早盤受消息所影響 賣壓人眾 盤中有擊殺 在震彈 反正只有低階而已 好 所以當時的看法是 受消息影響 這個消息 這是事實嘛 巴黎恐怖攻擊 可是當時我們不知道 我們只是說 會有消息影響 既然有消息影響的話 它必定會反映在哪裡 股票市場裡面 以低階空做測試 所以有時候這種低一點 它會怎麼做出來的 它怎麼做出來的 透過不動的利空去打它 一直打 如果打不下去的話 那它才可能低點嘛 那如果這個低點 一個利空下來之後 跳空再破 如果 竹生之前這個位置一樣啊 有沒有 11月12號 十字星 如果十字星 一般來講 它具有什麼現象 中繼或轉折 好 那它有可能 當時是屬於中繼嘛 或是轉折 有可能往上 隔天 立空破底之後 它告訴你什麼 它不是低點 既然不是低點 那又碰到立空 再測試底 8217 所以一個低點會出現 它不是你用猜的 它也不是說啊 透過指標 如果指標會漲 指數跟著指標走 那請你幫我設計一個 所謂的指數指標一直漲 然後指數一直拉 什麼恐怖攻擊什麼都不用管它 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嘛 所以目前反正有一些神奇指標 指數跟著指標走 那個其實我真的覺得還蠻厲害的 這個你可以去試試看喔 好 所以說我跟你講什麼 觀察 跳空補空 什麼叫跳空補空 開盤跳空 有沒有把開盤跳空缺口給回補 叫跳空補空 如果跳空補空為強勢 什麼強勢多頭反撲盤 就是多頭反撲嘛 像今天有沒有 沒有 帶缺口 雖說政府有護盤 但護盤的力量 以目前來說 不大 頂多低階而已 所以我昨天影片今天講過了嘛 有沒有 法人只有低階而已啊 K線 我認為是SOHO 投資朋友 今天有沒有SOHO 幫我印證一下 SOHO 我怎麼會知道 算出來的啊 算出來的啊 觀察 下沙是否B量 何謂下沙B量 因為我在上個禮拜 我跟你講提過了 量價同時見頂之後 禮拜會加在一個基數器低點 而這個低點 它的量不能夠再更低 如果再更低的話又變成什麼 量價同時又見低 那變成明天還一個低點 合理吧 所以重點是一個邏輯推延嘛 哪是用猜的 還有第三個 政府拉尾盤 所以我們伺機而動 所以投資朋友 操作其實沒有很難 為什麼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要空手 那今天是避開風險 所以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子 澡盤受消息影響 盤中擊殺 法人 就是政府 低階而已 傳染稿裡面 剛才給你提到的 都在預測之中 那因為下沙不見低量 又搭配利空測試 所以K線它是一根什麼 單垂探底 這個單垂探底 它符合技術性低點條件 所以投資朋友 今天你看我們所講的 一定是延續昨天所講的 我昨天講什麼東西 今天來驗證 對或錯 由你來做評斷 錯我們承認 我們錯我們錯了 好 那我們就是改進檢討 那如果我們對的 那表示我們的看法 符合目前的一個趨勢 你說這個盤 拉回來過程裡面 老實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做空 我們沒有做空 但至少我們做多 帶你避開風險 這就夠了啊 那等到這個行情 如果一上去 低點被我抓到 我們一定加倍贏回來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可以做 我們不能夠說啊 每天 如果大盤跌 我們要做空 如果大盤斬 我們要做多 那每天做 每天都贏錢 這個你相信 我敢不相信 我敢講你也不敢信啊 可是別人講你 你卻相信 就是這個 這很奇怪的啊 所以我跟你提到的 符合就心的低點條件 所以 因為開盤跳空 它沒有填補 是尾盤拉抬的一個關鍵 所以尾盤有沒有拉 沒拉 跳空沒有補 所以這個情況 是不符合的 今天雖然有護盤 但仍然無法避免什麼 隔夜跳空 為什麼 投資朋友為什麼 因為就 現行來看 或從這個消息面來看 這個消息的發生 是在歐洲已經收盤 美國已經收盤了 所以 那在屬於尾盤後面 所以 今天的下午 或是今天晚上 歐洲 美國在反應一下之後 台股明天開盤 你就知道 跳空 開低 那就是低點 如果沒有跳空開低 旁邊開低 旁邊鎖鎖鎖鎖鎖鎖 那都是買點 你懂我講什麼嗎 你說 今天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做 那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不用說 每天都要做嘛 透過今天 它能夠告訴你什麼事情 透過利空來測這個低點 所以如果明天 如果開低 低點沒破 那你可以買 那如果明天 靠空開低 低點破了可不可以買 破了可不可以買 還是可以買 看你買在哪裡而已啊 那就是那個點位你要去算嘛 那如果你是說 今天 滿手多單的 如果 跳空開低 或是跳空開高 那都沒事 那如果明天 跳空開低 破低之後 你的多單要停損 所以 當大出生人 多單停損的時候 往往都是我們的一個 最佳機會 所以騎火轉就是這樣子嘛 零和遊戲啊 有人贏錢 就是有人輸錢 總是要有人輸錢吧 同事朋友 所以 台子騎 我們順利避開這個風險 我們近代時機 四機而動 好 這是我們的看法 所以 我給你提到 道琼是不是給你提到 12號 又給你提到的啊 這個走勢就危險了嘛 那 再殺只是呼應什麼 現行該走的條件而已 而且下殺又出量 所以美股還會再測一次 台股是不是告訴你 回剎的過程裡面 融資在增 所以融資沒有退 量價其實沒有配合 13號的時候 提到 同時見低之後 禮拜一就再繼續低點 有沒有都講過啦 所以是不是跟你講過 以15分鐘 30分鐘線來看的話 這地方是屬於什麼 8472以下是屬於 做空可操做面 如果你要做多 你必須在8429以上 才可以做多 所以 如果 在上個禮拜五 為什麼不能夠做多流餐 條件不符合嘛 對不對 那你說就算你沒做空 至少你也不能夠說 做多去做流餐 因為那個風險其實還蠻大的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 我要教你怎麼去做這個 單充的一個部分 做單充你要先知道 盤中的一個比差 口差跟均差 什麼叫比差 總買成交比跟總賣成交比 這次是-1586比 口數是微買口跟微賣口 -367口 均買跟均賣相減 -0.04 好 對過來 這什麼盤 這是一個以成交的產內單 就是指比差 目前是以空單為主 但是呢 下來的時候空單比數比較多 可是你可以做逆次數 為什麼 因為外資動作大 還有口差 轉折盤 筆差 又多 所以這個行情裡面 最保險的做法是什麼 你說你今天要衝 基本上今天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衝的 真的機會在於明天 在於明天 因為很多人會這樣子嘛 你上個禮拜五你留多的 今天開低之後你可能這樣 不冷心卡 你會期待政府來幫你互盤 那政府他們幫你互盤 有 這邊互盤一次 然後這邊又互盤一次 所以為什麼你也會多單流餐 因為你想說政府會互盤嘛 好 當你認為政府互盤的時候 再往下殺一次 當你信心受損的時候 當你獨端停損的時候 那才是低點 所以那才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低點 因為 像你去做 其實你承受到什麼東西 日本 我們說的 歐洲跟美國開盤 或是收盤的一個跳功風險 這是隔夜風險 今天政府有沒有互盤 有 從金融指數 從生計指數 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以台灣50來看 是弱勢的嘛 台灣50是弱勢的啊 跳功對不對 好 電子指數 還是有缺口 以金融來說 是很漂亮 缺口回補收紅K 以上貴指數來說 收很鐵錘線 而且還是屬於 有稍微吃到裡面去 有沒有 所以OTC跟金融 我們看到什麼 其實 政府有進來互盤 因為跟整個亞洲股市來比 日本跌了1%多 香港跌了1.4% 韓國跌了1.5% 所以這個盤是有互盤 那 今天的重點在哪裡 不是在這什麼30分中線 不是喔 為什麼 因為你以30分中線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壓力線 MACD 出現背離 所以它有可能會反彈 那反彈的過程 到底是直接彈 還是先下再上 同志朋友 看什麼地方 重點在成交量 還是成交量 為什麼是成交量 13號的時候 之前曾經爆出1.4萬口 這個1.4萬口 高點叫8395 低點叫8318 好 目前都沒過嘛 這個巨量的高點 如果沒過以前 基本上 這個口數 視為出貨口數 什麼意思 你如果有興趣 你就看我重能稿 重能稿裡面有寫到 這是11號寫的 禮拜三寫的 這是我們 因為只要是我們會的話 我們會都會教你一些說 除了教你 也會帶你操作嘛 賺錢跟教學都一起來 怎麼樣透過成交量去判多空 因為成交量你必須結合什麼 結合趨勢 還有結合什麼 股價的一個位置 是期展起跌 行進中突破跌破壓力下緣 或是資深上雲等等 第三個 看股價漲跌 成交量的增減 增加跟減少 跟次日與單日做比較 還有股票的上漲跟下跌 這個都要看 還有成交量的增減幅度 也一起判斷 所以從量來看 並不是說只看量 多少量幾億而已 結合趨勢 結合股價位置 結合斬跌 結合增減幅 所以結論 這個你可以記起來 股價上漲 短線沒有跌破大量的低點時 這個量可以視為進貨量 反之 股票如果下跌 就是指數下跌 短期沒有突破大量高點 那這個量可視為出貨量 好 這在講什麼事 就跟妳講這個意思 這一點失望口是指什麼 是指什麼 是指出貨量 所以禮拜五 就有這個跡象 所以為什麼妳在上個禮拜五 不能夠留餐 他都有這樣一個理由嘛 所以同志朋友 明天的重點在於哪裡 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 如果明天是直接跳空過 漂亮 那如果明天再回測一次 那麼妳要去看這個成交量 有沒有縮還是減 所以說明天在開盤是重點 明天的開盤是重點 操作該怎麼做 妳必須要有一套做法 那妳可以觀察一下 目前外資 解送成本 要供到8603 所以這個是一個操作建議 會員的話 妳就根據我的指令來做就好了 明天怎麼看 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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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儿牌气密床 水也要钱 电也要钱 还要缴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费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好 你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今天这个低点 多少 8217 它可视为技术性的低点 所以你只有唯有完全避开风险 你才有这个机会做反击嘛 你如果是一路套到尾 或是目前赌 因为套出而赌的话 那万一错要怎么办 所以唯有避开风险 你才有机会做反击 明天怎么看 关键数字 存在档里面有写 跟紧脚步 今天符合预期 利空消息 K线收红符合预期 由于今天跌幅减缓 拜国安所赐 但它没有宣泄 它会导致什么 明天开盘 再一次跳空开低 所以今天的这个铁锤逆袭线 它关键在于哪里 明天的这个缺口 目前我们台子旗顺利避开风险 所以我们明天继续再战 明天继续再战 明天有个机会 而那个机会是你切入多单的机会 投资朋友 做期货最怕用赌的 人生逆境时 赌徒心态最可怕 所以我们诉求的是稳 稳健 看准了再动作 更紧脚步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成都独顾 这项已推述 用处以权力 变弃 审视 观形 度实 东老师读创 碎形推线预测学 融合西方财务工程的碎形几何 及东方百年逆传的 黑衣线赞法 让您提前预测明天 善用转折 看准一日行情 受入行进 看准三日行情 奉奉天下 027525868 成都独顾 值得托付 成都独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准分析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让您成为 股市中的常振军 成都独顾 值得托付 27525868 森田药庄 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好 吹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五分珠 二分珠 二分珠 最古是 的 筹